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砍一集《封神演义》 应该砍到第八回 第七回已经砍完了 从第七回到第十回是比较惨的 主要是昼王的罪孽 在打击的诱惑之下 那在国内挺出人意表的 就是我们刚才那期节目说了 在冒名 坚持了四天 勇武派竟然把警察给打服了 警察也说话 官局局长也说话 党委书记也说话 我们永远不在这儿建这个火葬场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结果呢 这个《苹果日报》还写了篇评论 说为什么勇武派在这个四天就把冒名就给搞定 这个就是意思共产党投降了 当地的共产党投降了 说这香港干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投降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 有点 我个人觉得这个评论问的有点差那个了 这个这可两码事这个 没有香港 没有香港的抗争 那个冒名早给灭了 早给灭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 因为当这个标题一出来 内容一出来 他还采访了一些香港比较有名的中国政论的中国问题专家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该问 所以我没有看它里面细节了 但它作为一个标题提出来 这是一体化的 我在那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了 完全是一体化 早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就说习近平惧怕香港 所以他一直不松口 老想给压下去 在他认为只要在香港松了口 那中共就死了 因为他已经把中共放在了一个很很绝对的位置 就是牢记使命 牢记使命就是活着干死了算了 那牢记使命不就是活着干死了算了 世界在改变的 一切都是在改变的 对不对 那每一天的你都不是你 都不是你 担忧是你 你什么叫牢记使命啊 你十八岁的想法跟你八十一岁的想法一样吗 你习近平在当初你有原配夫人 原配夫人现在到英国了 你那时候死结外列非要在镇定待着 对不对 你现在要娶另外一个老婆 你哪个是你初心呢 开玩笑不开玩笑 那当初那个那个他的原配 他在2015年出访英国的时候 当地媒体采访他的原配夫人了 原配讲讲了很清楚 那是赖他自己 是因为习近平当时坚持给他打电话 打了一个月是三个月 他不接 他说他也没想到 那个那意思习近平的人怎么那样 天天给我打电话 那哪个是你初心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能跟这个彭丽媛说吗 叫不叫初心呢 不胡说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 这东西 这个话一说出来就是有问题的 他的问题就是 问题不在于别的 问题他 他有溜于生命的本身 有没有有溜于生命的概念 当有溜于生命的概念的时候 就是利益的 就是利益的战友的欺骗 这是在我个人角度来讲是这样 那以现在大的环境来讲 变成了 也就变成了 他确实给 确实是个敲钟人 给中共送钟的人 这篇文章 蛮特别的这篇文章 习近平身边的幕僚说 刘化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的原文是来自于这个希望之声 但它是一个采访性的内容啊 所以 而且是洋人来的 所以 那他有他的渠跳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 他叫美国思想领袖频道 我没听说过啊 这个 那西方的社会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了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一个频道 就像石刀TV 那就是石刀TV 那石刀TV下面有 包括石刀radio 对吧 石刀news 石刀聚焦室 这些都有 对吧 那我们原来是从今日联系 那他每套节目有自己的特点了 所以我相信在西方的社会 在北美这样的东西是比较多 那关键就在于呢 他的处击点有没有 他的 他看问题的基点 跟处击的内容有没有他自己的独立性 采访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这个人叫林卫 那看起来这个 比较像这个老人啊 穿毛衣这个是林卫 这个人肯定是采访者了 我没有看到他过去的视频了 他这个用的概念呢 是新 是这个大绝的一张图片 所以这是应该采访的 采访的主要的采访者 一个与习近平关系紧密的 密切的中共高层幕僚告诉说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那这张图片他的概念就是说 以当初的 他认为现在的状况 与当初苏联解体前的概念是基本类似的 呃 采访 呃 转发了采访视频 林卫在谈到中国当前的局势说 我认为呃 中国正进入一个 类似当年苏联解体时的状况 呃 并不是说中共政权一旦垮台 整个中国就崩溃了 中共垮台之时 国家还在 房子还在 只是政权 发生了变化 呃 我个人觉得蛮欣慰的 那看起来他是个洋人了 那我们跟大家在早在几年前就讲过 共产党没了 国家依然存在 这是这是概念是不同的 共产党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没了 但中华民国还在 国家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该就不就不该成立 连毛泽东自己都知道不应该成立 所以他今天出现了 出现了很大麻烦 也就是毛泽东在当初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就奠定了他的不合法性 也奠定了他必将崩溃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里他谈到的说法 我们在原来的节目中早就讲过 三年前我就讲过类似的话 共产党垮台了 国家依然存在 这是肯定 这是没错了 所以那中共的宣传的手法 是他宣传的手法 是一种欺骗的概念 现在的中共国政府 政权应该是 想到哪儿 做到哪儿 功能极度失调 政权根部不知道 政权根部 我相信这是翻译的问题 政权的根本的高层 不知道民间的实际情况 解决方法也就更无从谈起 因为对现实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以为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自始至终是这么样的 雄安新区 你看他是什么样 一来一路 你现在听听是什么 对不对 那中国制造2025 你在听是什么 他真的是做梦 做梦就是断去的 是不连贯的 那做梦就是 而且是失控的 所以这是习近平用了 用了中国梦的概念 确实描绘了他自己的现实状况 那就像我说的 老男人做梦 那个是废物垃圾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垃圾的 所以他讲到 想到哪儿 做到哪儿 就是他根本没有明确的 他自己没有明确的概念 他的唯一的概念 他要享受他 他作为中共政权当中 唯一的真正的权利者 所展现的那一份权威 我让你死你就死 如果让你打个人就打个人 让你放屁就放屁 你看我感觉很好 所以他生活在梦想中 他的生命在梦想中 他的生命在他的这种感觉中 而并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 君王应该具有的品质 中共高层内部状况 他说中共政府非常清楚 他在国内已经是死到临头 这个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与习近平关系紧密的 中共高层幕僚 曾坦率地对他说 林伟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每个人都清楚 这个体制已经完了 我们进了死红痛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因为这里面处处是雷 踏一步可能就 就可能粉身碎骨 他这里没解释 全话是可以这么讲的 那粉身碎骨的概念 是指中共政权 还是讲他们官员自己 应该是讲中共政权 中共政权进入了死 进入了死红痛 没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是真的 所以处处是地雷 粉身碎骨 关键他清楚 每一个体制都完了 其实不只是今天 他们清楚 他们只不过这里面呢 在很清楚体制都完 这是早已经成型的东西 关键他们在这个 牢记使命的基础上 走进了死胡同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而牢记使命 人人都清楚 他没有解释 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做 因为他自己又是 习近平的主要的幕僚之一 对吧 不是没有出路 是有的 习近平的本身的做法也有 他并没有解释 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 那作为习近平贴身的幕僚的话 如果是贴身幕僚的话 那举止可数 是可以数得出来的 也就讲说作为幕僚 对习近平来讲 同样他不应该 他不会讲真话 因为人人都清楚 这个体制已经完了 那为什么还要不忘 还要不忘初心 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对吧 矛盾的概念 所以只能说是习近平一手 他的权力缔造成 包括他的幕僚在内 也不能够跟他真心坦白的 去面对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国家政权问题 最烧脑的是如何走出共产主义 这个怪圈 这是林魏认为的 曾经建议 他曾经建议国务卿跟他的团队 应该考虑准备如何应对中共突然垮台 内部多方势力的投诚和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 这是个蛮有趣的说法 我觉得如何应对垮台 垮台很可能是突然的 内部多方势力的投诚 多方势力投诚我觉得现在有难度 现在完全是有难度 因为中共控制 习近平控制的所造成的恐吓范围 你可以看看王立强 王立强投诚之后 你看一看在海外的环境中的影响 你看一看社交媒体上对他的质疑和赞同的声音 你就知道他会给更多的投诚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就是我想投诚 我会意识到有人有替共产党说话的人 故意侮辱我 真实的状况 真实的一面已经出现 真实一面就在眼前 只是没错 对吧 所以大家要面对这个现实了 这个那我相信 所以我以为多方投诚的说法呢 是有投诚的心态 那投诚的具体行为 具体行为呢 是一个问号 政治体制转型 那我觉得是 因为当你有了 当你有了这个崩溃的话 他自然就转型了 所以我个人看中他的说法 就是中共的骤然的崩盘 引述了一些网友的贴子 有网友认为 林卫作为资深中共问题专家 今天能站出来发表极右观点 意见意义非凡 这个说法 如果发说法 我觉得太表面太嫩 太嫩了 什么叫极右观点 极左和右 根本就没什么太多问题的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多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话里说 林卫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 其实就变成了他是中共的 他是左派了 也就跟中共关系很深了 但反过来确实又证明 这个说法的话 反过来又证明 林卫引述的那个人 是存在的 这个曝光的这件事情 他的真实性是存在的 我觉得是相互可以这么佐证了 他结束采访时表示说 他上一次中国之行是最后一次的 但现在根据局势的变化 改变了想法 完成手头工作 准备再回中国一次 再看一个 看到一个新中国 这话呢 就是媒体在采访时 这里头是有问题的 上一次他什么时候去 对吧 他手头工作完之后 计划回到中国 那什么时候回啊 那他意思 回去的时候就是个新中国了 那回去的时候是个新中国 大概是什么时间 所以 没有什么对错 现在太多人 愿意就是做东西 做的比较快 总想快出东西 而且语出惊人 但难免中间出现一些 就是 就是我个人觉得 在他的过程中 比方中有着 中共的比方 中共党文化的东西 真正好东西就是一二三 他略劣势实 而 仅少用这种形容词 但中文就是这样 大陆出来的朋友多 其实也是反共的 但是呢 中共对人的生命的伤害 远远超过于很多人 自己以为的 能够认识到的程度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